Comparsion Approach 有一条是这样考的 Subject Property 例如说是两房一玉 它是值一百万的 记得我们的键词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移动 Comparsible Property 我们这里已经答对了一半 因为Multiple Choice 会问 现在有一间房是两房一玉 Subject Property Comparsible 有一间是三房一玉 它的价钱 你记得这些全部都已经移动了 说得Comparsible 已经移动了 他三房一玉多了一个次 一个次我会说是减一万 即是一个房是一万 于是他就会说 究竟答案是减 A就是减 Comparable 一万 加 Comparable 一万 A就是减 Comparable 一万 B就是加 Comparable 一万 C就是减 Subject Property 一万 D就是加 Subject Property 一万 你只见到这条题目 你首先查完所有 Subject Property的那些 所以你已经答对了一半 就一定是加或减 Comparable 那么加或减 Comparable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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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试乎 Comparable 多个 Subject Property 一个 或少个 如果三个 这两个 它多个 所以这个呢 如果它展示的价钱 它只不过是 是扰乱你的视线 用加减 Comparable 和 Subject 这四个答案 就是这样 那再来一次呢 我们再玩多些游戏的话 好像这个 如果它是 两房 但是呢 今次呢 是 没肉 那又怎样呢 它又是卖一百一十万 那有没有人可以答到 两房没肉 一个肉缸又是一万元 那不是加吗 不是 是加啦 是 因为它这个呢 是卖 卖是一百一十万嘛 那一个肉呢 是一万嘛 所以就是一百一十 加啦 加回一个肉缸 因为它这裏 没有肉缸 这裏是一个肉缸 是啦 所以呢 什么时候都是 加回一个肉缸 的肉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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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肉缸